大家好,講完巴塞之後,當然就輪到要講王馬 之前我的預測就是說,王馬巴塞這一屆會拉得很近 不過我當時是說下半季了 誰知原來上半季都這麼近,非常精彩 巴塞最近成績好了,王馬都不停贏 王馬最近五場的成績是 1比4贏切爾達,1比3贏愛斯賓奴 2比1贏王加貝迪斯,0比3贏赦奴奴 以及最近這一場4比1贏馬略卡 排在榜首,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如果仔細一點去看每一場球 你會發現,王馬並不是可以像巴塞這樣贏得這麼輕鬆 王馬面對密集比巴塞差一點,老鼠拉龜一點 經常都會等一段長時間,才可以很辛苦打開僵局 而且他們西甲接近每一場球到十一粒 更加巧合的是,人家入球的時候通常是能夠追平王馬 即是說王馬雖然先入球,但會被人追的 是會追到的,之後王馬也要辛苦才贏 甚至乎第一場的亞美尼亞,他們都要先落後 而最近的馬略卡也是先打逆境波 也就是說王馬的防守是有些問題的 愛斯賓奴那場王馬在收縮的時候 被人家中間中路突然打穿了 對王家貝迪斯雖然是輸一個界外球 但這兩個球的共通點都是每一次被人拉開了 中場曹阿文尼去邊線的時候 中路就很欠缺防守力量 對愛斯賓奴那場最清楚了 中場的配搭是曹阿文尼、摩特力、卻奧斯 雖然問題也不是十分之嚴重 沒有真的令王馬要失分 但都不禁令人想起 曹阿文尼是否不能完全單拖去取代到哈斯米魯呢 另外王馬也不能及早去拉開紀錄 被人追回1比1那些 尤其是作下愛斯賓奴那場 雖然他們在11分鐘面對密集中路突破入球 但之後要等到87分鐘去到比賽的最後階段 才領先回1比2 就是靠個名買名買的賓斯馬絕殺 可想而知 用中路突破、名買名買 這些入球難度較高的方法 而不是經常見效 作下謝路迪那場的歐聯上半場不能入球 去到下半場偶然有機會打個快攻 發揮到進攻的速度 不用面對密集才打開紀錄 第二球球當然也是打反擊才入球 王馬太習慣打快攻反擊去入球 例如對王家貝迪斯那場一開球8分鐘的打開僵局 也是因為可以偶然打個快攻 反映了王馬面對密集的組織力就不太好 王馬面對密集的能力真的沒有巴賽那麼好 除了因為他們本身的訓練概念有點不同之外 最近也有另一個原因見到 就是不停用華為敵打右邊進攻點 雖然打大戰用華為敵打右邊進攻點 真的提升到攻守平衡能力甚至可以贏到球 例如對利物浦的歐聯決賽 但是回到西甲對中下游分子可以繼續面對密集的話 華為敵的進攻力量始終未能夠在狹窄空間發揮正常的作用 正常進攻點的貢獻 總之不夠多空位給他 他難以扮演進攻點 右路進攻火力會大減 所以王馬面對密集入球 真的沒有巴賽那邊的組織那麼細緻 而且通常都是靠左邊 也是很靠個人能力 例如摩特力的軟射或者明買明買這些 對完愛斯賓奴那場長期老鼠拉貴之後 去到下一場對王家貝迪斯 有些不同 正選的右邊進攻點不是華為敵 用回老敵高而華為敵後備入替打回中場中 就立即起碼不用這麼遲入球 不用去到八十多分鐘 所以可以早點進入第二球 而且那個入球是華為敵插入HalfSpace 在第二球傳中產生必入球 咦?這些說話是巴賽那些蔡侯平所說的 其實王馬一樣可以做到像巴賽那樣細緻的破密集組織 問題只不過是有沒有擺對球員的位置下去 華為敵擺右邊進攻點就沒有這些破密集 華為敵擺中場中就有這些破密集 也就是說安察樂提一念之差 歐聯決賽贏了冠軍之後 安察樂提更加不停使用 華為敵打右邊進攻點 但是回到西甲面對密集 應該是華為敵可以打回中場中 尤其是這些賽事沒有這麼說需要防守 沒錯,黃馬中場的確有防守引誘 對愛斯賓奴那場見過 但是西甲的進攻火力 那些中下游分子的對手 大部分都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就好像最近那場 主場對馬略卡這樣 其實馬略卡都是主要收縮的 黃馬的正選陣容只不過是用卻傲斯打防守中場 曹亞文尼沒有,卡華文家沒有 都只不過是失一個罰球而已 那所以呢,華為敵這些賽事就不用打右邊進攻點 打中場中用另一個正式進攻點 打進攻點好過啦 作為一支欠聯賽冠軍的球隊,強隊 不失球當然重要 但是入球更加重要 檢討防守重要 但是如果為了防守而搞到入球能力大減 就反而不合理啦 如果你真的這樣的話 反而要寄望聯賽裡面的主要競爭對手不懂主攻 那最近這幾年就是可以得到巴塞不懂主攻的一些物月期年份 不過沙維已經最近令到巴塞提升的主攻力量 所以最近的西甲黃馬是沒有物月期的啦 是真的要硬斷鬥法的啦 黃馬就不可以抬慢啦 那所以呢,最近這一場對馬略卡前面 放三個正式進攻點華為敵打中場中 那最近這一場就真的OK了 雖然都是要打逆境波啦 但是都可以逆轉的啦 甚至這個華為敵打中場中 是能夠踢出這個黃馬生涯當中最好的上半場 那當然啦,大家就是會說那個世界波啦 那我看的時候,我的確是以為敵布來打黃馬的 但是原來是華為敵來的 再一次證明啦 中場中才是他的最佳位置啦 發揮了那些box to box的中路推進的能力 才能夠轉向找到一個好位子 做一個抽射 所以是適合華為敵這些能夠對抗的球員 打中間的 原來他左腳也有軟射能力 你不打中路就浪費了 那當然啦 今次這個迪布尼上身 是一個叫早期的迪布尼 不是一個晚期的迪布尼 因為晚期的迪布尼 有了禁區頂主角能力 華為敵就沒有 但是有超級連結人的能力 華為敵推進和這個遠射 那當然啦 還有勤力和防守的跑動 不過呢,今次的賽事華為敵有讚有彈 那黃馬弄到先落後的佛波 就真是華為敵老莽些的犯規 那人家的對手竟然在右邊 孤軍作戰 還是Ball out 推進國球旗 都沒有東西可以再做了 那基本上是不用犯規的 華為敵呢 只需要跟著他進國球旗 迫他出底線 出界外 那已經是OK了 那但是呢 華為敵依然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 那就是飛鏟過勇 是拿到佛波給人家 那這些都是要吸取經驗了 那之後華為敵就用那個世界球 追回一比一叫將功寶 那就完了上半場了 那可惜哦 去到下半場 安佐樂提又叫回華為敵打右邊進攻點 華為敵就立即沒有了表現了 上半場就真的很厲害 下半場就沒什麼看 而魯迪高呢 又下半場長期入了中鋒位 站死哦 那連魯迪高都沒有了表現 上半場魯迪高打右邊 都還有些插入射門 下半場打中間 貝龍門就沒有插入 變了就是4-4-2 更加沒有層次 那一路又等了 等了71分鐘 才可以再中路突破 反吸回一球 那所以安佐樂提真的要放在對位 那些球員才會上身 尤其是華為敵才會敵布尼上身的 那很多會員說 ow,看完最近5場 用這個皇馬和巴賽的賽事之後就想問我 需要調整今季我之前對於西甲冠軍的排名的預測呢? 就留待Patreon片尾彩蛋繼續研究下去 記得按讚,訂閱後按鈴鐺,頻道就會增長 謝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你可以安裝一個拍著照片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